謝謝大家 謝謝 坐在吉普車上 不停回首致意 她就是 閃亮三姐妹的小妹 江佩穎第二次連任 桃園市平南里里長成功 謝謝你們 不斷地繼續支持我 做我的左右手 幫我第一名一起服務 原本都是 散發在背後操盤選舉 但今年6月 散發因為糖尿病過世 讓他們不僅失去 依靠的肩膀連選戰也打得很辛苦 今天的成績 會看得這麼的好 也非常感謝我的爸爸 掉了四五公斤 趕爸今年走了 所以變成什麼都要靠我們自己 綁起馬尾 看起來朴素幹練 很多人都忘記 剛出道的他們 其實是這樣 一身Loco打扮 唱起台語快歌 裸裸大方 當年的閃亮三姐妹 可是台妹十足 紅塵一片天 我幾秒鐘都在一瞬間 失去你的快樂回到我身邊 然而現在退下藝人光環 用心為社區服務 裡面也都感受得到 不僅連任里長成功 也完成了爸爸的遺願 記者劉志展楊紫玉 桃園報導 聖誕 裸裸了